浙江奥运冠军林扩容 汪顺 杨倩 管辰辰种下金柜 中心网杭州10月26日 第26日 奥运林 天津贵至极东京奥运会冠军指数 活动在杭州举行 现场浙江奥运冠军林再次扩容 摘得东京奥运会金牌的汪顺 杨倩 管辰辰 每人种下一颗金柜 当年 单省已培养 诞生的12位奥运冠军种下12颗金柜 在今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 单省在夺基金 诞生6位奥运冠军 活动当日 初羽毛球运动员陈宇飞 王毅律正在国外参赛外 时至有 汪顺 杨倩 管辰辰 四位冠军运动员悉数到场 汪顺 杨倩 管辰辰三人在现场种下金柜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勇项目摘金 并创造亚洲记录的汪顺说 这次活动是对我过去游泳生涯的一种肯定 也是对将来的一种鼓舞 感谢国家的帮助和培养 以及我们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人 希望明年在家门口的杭州 2022年亚运会能够比出理想成绩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游泳 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正辽表示 奥运冠军首席金柜 遇业美好 影响深远 象征浙江界界有奥运金牌光荣传统更续传承 奥运冠军不仅是在场王者 青春榜样 也理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倡导者 且由他们影响更多人关注生态 关注绿色 当日 时至有 汪顺 杨倩 管晨晨 还参观了黄龙这级奥运冠军文化展 汪顺 杨倩 管晨晨三人按手模作永久留存